当我们第一次打开Tabular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第一个画面 就是Connect Open Discover 其实在这个地方 Connect就是取得档案 所以它可以取得 例如说单一档案 单一个的档案 那你一定会问说 那如果我今天 我把它按照年来去做好 这个CSV档案的话 例如说2017年有一个CSV档案 2018年有一个CSV档案 那怎么样抓进来 那其实这些教学影片我都做好 你可以上网Google YouTube 然后去搜寻我的姓名 再加Tabular 你大概可以找到 这相关的影片说明 记得它取一个档案的时候 它会取相同类型 直接就抓进去了 好 那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PDF档 它可以辨识PDF档 也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拿到的资料 它不是文字档 不是JSON 不是CSV XML都没关系了 PDF照样可以直接把它堵入 就是这套软体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另外它可以直接连资料库 你看在这边不管是你所熟知的 像例如说微软公司Sycle Server 或者是那个云端 云端或者是NoSQL 像MongoDB 好 这些它全部都已经放进去了 像Amazon的这些云端的资料库 它也全部都放在这边 所以非常 等于说是相容性蛮高的 那我们今天上课呢 就是以这一个 这边有一个Safe Data Source 这个Simple-Superstore 那个超级市场 美国的超级市场 销售的情形来跟各位去做讲解 好 我要特别讲一下 这个资料非常干净 因为它只要 它主要要先推它的视觉化工具 当然它会把它资料整理得非常干净 好 然后方便所有的讲师来去 那个去做讲解 好 好我们现在就直接点它这个Simple 那如果说你耳后要开自己的档案 请你选择上面这个True of File 例如说假设你是CSV 那就请你选择Test of File 就可以抓进来了 好 就很像开启旧档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是直接点这个Sample Sample Superstore 所以麻烦请点一下这个Sample Superstore 然后当我们点进去之后产生了资料连结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算是第二个画面了吗 这个第二个画面主要在这边有Data 还有Analytics 主要我们先看Data 这个视窗上面就有一些相关的功能 这是相关的功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所有的Data 各位可以发现这就是Data的栏位 栏位 例如说 我先给你们看那个Data Source Data Source这边的话 它是不是有像例如说第一个栏位叫做Oder ID 第二个栏位叫Oder Date 第三个Ship Date Ship Mode 顾客的名字 这些 那你发现这边它上面有个属性 它有分成什么 文字性质的 日期性质的 日期性质也是属于文字 字串性质 然后文字性质 那你如果拉到最右边 你会发现它也有数字性质的 数字性质 它就用锦字号来代表 这个栏位是数值的资料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刚刚这个Ship Mode 点选这个Ship Mode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上面Data它分两类 第一类 第一类叫做Dimension Dimension就可以把它想成就是那个 自串型的 自串型的资料 Mesure就是测量 就是那些数值的资料 好 通常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以一个向量的栏位 搭配一个数值栏位来去做分析 举例来说 我这边我可以画出什么呢 那比如说 各年销售统计 那我是不是取这个 Oderday跟Sales 来画这张图 或者是我今天我想要去画一个各国 各国的销售 或者是各城市 各城市的销售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多半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取 例如说一个文字栏位 跟一个数值栏位来去做分析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分析 那在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栏位 文字栏位非常多 那数值栏位是不是至少也有12345 5个 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 像这里面如果文字栏位 C15取一个出来 出来搭配C数字数字 C5取一个来去做计算 这样我们可以产生非常非常多的计算结果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析非常多的事情 可是分析很多事情好不好 那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感觉你好像都要分析 可是你应该先要知道说 你的分析策略是什么 你要先挑你最需要重视的那个分析项目 来去做分析 才是比较好的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如何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策略 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在这个地方我想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个视觉化报表 是要给老板看 那老板可能最关键就是说什么 例如说我到底今年的总销售是多少 然后我今年获利是多少 对不对 因为老板可能最关心这些事 我先做好给他看 那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远胜于说 哪一个产品卖的最好 这件事是他关心的 所以先做老板最关心的事情 好 那这边大概知道了 我们有这些栏位 等一下可以去做选择 另外在这个地方 有三个我们制作动画 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 例如说配局 这是跟制作动画有关系 过滤 过滤 过滤器 还有这边有一个Mux Mux是标示 你可以做色彩 因为视觉化可能有时候我们要去标 他颜色用色彩去做视觉化 用大小来做视觉化 用要不要放文字来去呈现他的视觉化 好 那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画图的区域 这边是画图的区域 这个Show me Show me就是我要画的视觉画图表 但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视觉画图表其实太少了 绝对满足不了 我们希望呈现的视觉画 其实可能有上千种的一个画图的工具 其实你可以到时候去下载别人画好的工具 好 这些图都可以去做一些感验的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做第一张 可能是老板他最想要去看的一个访计图表 我们来介绍一下连续性分析 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拿到了就是说连续的资料 然后我们可以呈现说这个资料它的一个结果 可是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资料一定要是连续 什么叫连续 例如说1月1号过来是1月2号 1月2号过来是1月3号 或者是你拿到1月的资料 2月资料 3月资料 这是有连续关系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拿到的是产品类别 对不起 它不是类别 它不是连续资料 如果我们今天拿到连续资料 我们可以去进行连续性分析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分析那个各年的销售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我要找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 跟时间有关系的 这边只有一个older day 好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把它叫进来呢 其中您可以快速点两下 但是我希望说你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但我们今天想要去画一个直条图 假设我的X轴想要放的是时间 Y轴 Y轴是直 我想要放的是销售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也就是older day 我们可以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raw这个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这么麻烦 你只要快速点两下 它会自由搭配 接下来就是sales sales直接放到这个栏这个地方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做一些计算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画了这一张图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 我想要选择用直条图的方式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在show me show me就是视觉效果 只要点选你要的统计图表 例如说点选它 它就完成了这张统计图表 那这次画出横条图吗 如果你这时候希望转向 希望转向 转向在这里 转向在基本工具里面 有看到 x转跟y转的转向 好 那我想这张图其实以下也可以做得到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视觉化分析工具 好 那我现在要特别跟各位分享就是 那视觉化工具它的技术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我们先把这张工作表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先先把它的名称定义好 像例如说这是个年销售 所以就各年的销售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张工作表 这张工作表 我们可以复制 复制这边有copy跟duplicate 我们要选择复制工作表是这个duplicate 滑鼠右键点选第一张工作表 然后然后点选duplicate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产生了第二张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好 我只是为了刻意告诉你那个技术是什么 您看一下 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如果我今天我现在是不是算出来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T 当你点这个T 他就直接把那个金额就直接呈现出来给你看 这是我们传统看资料 看那个以上做好统计图表 必备的最基本的一个工具 好那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大概发现 就是说第二年它是有衰退的情形 然后第三年第四年它有逐步的上升趋势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这个蓝 这个蓝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往下探索 往下探索资料 这个year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加 你可以点一下 他就直接向下探索出来 直接帮助我们算出来 例如说2015年的第一季是多少 第二季是多少 以此类推 这就是他的技术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周期性 就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第四季是足迹的上升 那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你今天要用以色列来去做的话 可以做到 但是有可能按一个按键就完成吗 不可能 所以接下来我就全部都要教你们这些技术 的使用 大概两三个按键我就做完了 分析 而且不会错 这是他最大的特色 那错的话一定起来有志 一定有那个原因 那你用以色列 以色列有没有quatre 这个韩式答案是没有 他有month这个韩式 他没有什么season 或quatre 这个韩式 对吧 对吧 我教了20多年以色列 绝对 了解这件事 通常就是一到三月 我们就把它归到第一季 四到五六月 我们就归到第二季 在这边我只要按一按键我就做完了 好了 这个可不可以再继续往下探索 可以 那好 我们就点quatre 前面这个加 我们就可以探索到月 所以从这边月 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 因为刚刚讲说那个 一二三四季 就是逐季上升 那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年的 那个尤其是二月 二月 销售不太好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要想在美国 超级市场二月销售 额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家公司 你是不是就要去想 去思考这个原因了 好 就发现二月可能因为太冷了 有可能吧 可以了解我现在在说什么事情 你们到时候 最后 最后 你们是要把那个故事讲出来的 我会慢慢引导你告诉你说 我们今天不是只要画图出来 你画图出来 你不然就直接给知道教授说 你看 这是我画你的结果 请你欣赏 然后就结束了 不可能吧 你一定要把那个故事整个讲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数的分析 这还不够 麻烦请点 刚刚在这边不是什么 减吗 一有前面是不是减 我们把它先全部折回来 所以这样会不会去做连续性分析 会吗 好 它更棒的地方 它可以去做淡季 旺季的分析 而且我说过 按几个按键要完成 一个 好 来请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year year 这边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点下去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组的year, quarter, month, day, more 还有这边又有一组一模一样的year, quarter, month, week, number, day, and more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边 这边 你可以大概看到year 它是2015 然后quarter它是Q2 好 只有看到这件事情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例如说当我现在点一下 这所呈现的意思是什么 我刚刚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year 我现在点下面这个quarter 这个quarter所代表的意思是说 2013年的第一季加2014年的第一季加2015年第一季加2016年的第一季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 第一季好像就是每一年都不好 那我们的热销的季节是不是第四季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现在所做的事情 按一下按键 我们就做完了 这是淡季 那有没有淡月 旺月的分析呢 有啊 就是点这个month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好 它在这个地方呈现的结果 我会发现9月 11月12月是那个超市的这个超市的一个销售的旺 那请问这边我相信任何人都应该要去追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为什么10月突然掉下来了 美国10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躲在各位要去看到现象之后 我们还要去探索 探索探索的时候 你可能会朝几个方向来去思考 可能去查文件 看新闻 或者是去回去检查一下资料 资料有没有错啊 要是资料有错的话 你是资料分析的人员 你就只能回去再去追资料了 对不对 好 那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 这也是一个案件 我们就可以做完连续性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观看一下 这个刚刚刚刚刚这件事情 其实最好的一个呈现方式 最好的呈现方式 我们是用改用什么方式来呈现视觉化 所以多多少少我们可能会 就是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去呈现 像刚刚我已经加了一个T 我刚刚加了一个T在这边 它是不是就直接显示那个 这个BING它的数值大小 它的值是多少 对不对 其实它用的就是Label 例如说你现在把Sales Sales直接搬到Label这边 Sales直接搬到Label 按住Sales搬到Label 你看是不是等于你按了这样T 好 那我们除了可以用标数值上去 请问可不可以用什么 用色彩来区分 例如说Sales在这个地方 Color 我移到Color 这边颜色是不是比较浅 这边颜色是不是比较深 好 例如说我们现在去做什么 做Mouse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我们会讲 我们如果透过颜色 这样视觉化来呈现 我们会发现 第四季 第三季的季末到 第四季 它的一个销售情形 其实还不错 好 都维持在蛮高的一个数值 可是就是第四季刚开始的时候 掉下去了 因为你从色彩上 是不是很明显的区别出来 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视觉化 视觉化 标示数值的大小 当然这个色彩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改变 好 那预设的话 它就是数值越小 它用浅色 数值越大 它用深色来去呈现 那我们接下来 连续性分析 还有淡季 忘记分析完毕之后 我想要介绍的分析是 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什么叫同期比较 通常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 我们的销售 销售是不是有四年 2013到2016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销售是不是 我们就快速点两下 older day 然后sale 然后我们去画图 我们可以发现 对不起 它已经是2015到2018了 对不对 刚刚你是不是画出这样子的图线 好 那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同期比较 我们会希望是怎么样呢 我们希望它呈现的方式就是说 那个 一年一条线 一年一条线 然后下面这个轴会变成是什么 你连续时间来看的话 下面这个轴会改成什么 是年 既还是月 还是日 应该是月吧 对不对 我们看 各月的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2018年的销售是怎么样 跟2017年的销售比较是怎么样 我希望各月都呈现出来 它的一个差异 而且最适合不是用直条图 而是用折线图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把这个轴改成什么 我必须要把这个轴改成月 怎么改成月 我是不是可以点这个column 这个时间单位 把它改成月 一月到十二月 一月到十二月 然后呢 我希望这个线条呢 这个线条是用折线图的方式呈现 那各位刚刚是不是讲过说 这个 这个月啊 刚刚我是不是选择上面这个月 下面这个不用说这就是连续性吧 连续性 所以我刚刚就没有刻意跟你讲 下面这就是连续性 好 这个地方的月 这边所指的月 是不是四年加起来 放在这边 对不对 因为现在是一条线嘛 你看不到 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同期的感觉 所以怎么看到同期 我现在 我现在我可以把这个 older day older day 搬到什么地方 你觉得搬到色彩还是标签 然后他就变成四条线了 答案是色彩 有没有看到四条线都出来了 四条线 有看到吗 我稍微把这个 这个standard改成 interview 对不起 应该是全部 entile entile是完整的 完整的 来去呈现 好 有看到吗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记住 就是要把older day当作是图例 当作是Legion 然后来去呈现 你就会变成 从一条线变成四条线了 可是四条线好不好比较 不好比较 而且通常老板可能会想 你不用去制造老板的困扰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是把那个 四条线改成两条线 例如说2018年跟2017年留在这边 或者是你干脆就让老板自己去决定 他要拿两个年度比较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older day older day 搬到filter filter是过滤 过滤 好 然后接下来请选年 请选年 然后下一步 然后如果说我们暂时 暂时把这个2015跟2016关掉 我们暂时先把2015跟2016关掉 然后点选OK 你看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两个月份 对不起 两个年的资料 2017年跟2018年 两年的资料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呈现同期比较 对吧 可是我刚刚有讲到一件事 最好是让那个日后在操作这张报表的人 自由选 自由配 你们说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 会嘛 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个小动作 就是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这边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编辑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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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期比较的时候 这个故事是什么 当然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两个年度基本上 都维持往右上跑的趋势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销售额是 就是 不是逐年哦 是逐月是上升的 对不对 月到秋冬季 那个 销售额是越高的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 2017年是红色 红色理论上叫比较低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讲2018年 它就是销售比2017年来的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2018年 2018年哦 它的 二月 两线 输同期 因为我们在做同期比较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对不对 输同期的那几个月 这样拿出来来去看一下 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而且还有四月也输同期 可以吗 好 这就是 它很重要去呈现的 另外我觉得在美感上面哦 因为 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能不能变 粗一点 这可能都是我们比较希望调整的 请问一下哦 这个线条变粗一点 怎么做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max的size 终于可以讲到了 点一下它这边稍微调粗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线条是不是变粗了 对不对 线条变粗了 有看到这件事吗 这个size size 好 请问都有没有跟上 有 好 那我们再 再把难度稍微提升一点 有时候我希望这个圆点稍微大一点 圆点哦 大一点 好 因为 这套软 我 因为我到处在看那个视觉画报表 我蛮喜欢这种骨干点 就是这个线我觉得这样出已经够出了 好 可是这个圆点我希望大一点 我是怎么做 我稍微教一下 Ctrl键按住 Ctrl键按住 然后把这个 cells 拖曳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再产生一模一样的一个内容 一模一样的一个 那个rule 就是那个 一模一样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两个 请把这两个轴 改成同轴 滑鼠右键点下面这一个 请改成同轴 同轴 然后 请到右边去 请到右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 同步 同步 好 然后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反正你现在就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就对了 这个东西就是它 好 所以我会刻意点 点下面这一个 然后 请把它的 它的形状 请把它的形状 改成 圆圈 请把下面这一个 下面这一个的形状 形状 这个形状 下面这个的形状 请改成圆圈 改成圆圈 然后接下来 请把 请把 就是 它的尺寸 稍微 调小一点 有看到吗 我觉得 这样子的呈现 蛮漂亮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字 好像重叠在一起了 不好看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多了一组的字的标签 好 我们把下面这个字的标签 删掉了 下面这一组的字的标签 怎么直接把它拿掉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各位 你看哦 当我点 当我点这个 sum 这边是不是有这一个 然后当我点这个sum 这下面是不是有这一个 好 请把 其中某一个 对不起 它的标签 这个标签拿掉 我们先把标签拿掉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点选这一个 点选这一个 然后请把sales搬到 label这边 就只剩一个了 刚刚有两组 刚刚有两组 好 接下来 这个 用我这一台现在不能打 中 算了 那我就打英文 这应该叫做什么 比较 比较 同期比较 接下来我要介绍 第三个 叫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地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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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模式呢 只要这边 只要这边 你放 例如说 城市 它这里 它就会自动辨识 这个城市 是 属于 地理名称 例如说 假设你这边放的是 那个 行政区 对不起 他不知道行政区 是什么 所以建议你们栏位 这边应该是要改成 他看得懂的 他看得懂的 好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 我想要去看 各城市销售情形 各城市 所以City 快速点两下City 这件事情 要请注意 一定要在什么 有网路的状态 有网路的状态 因为他现在 要去抓那个 这个 要去抓这个 就是地理位置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这样子分析 大家看到都是相同的 那个原点 这没有什么意义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销售额 销售额 直接拖曳放进去 放到什么 大小 直接放到大小 所以这边是不是就开始 可以构成 分析这件事了 有没有看到 就是右上角那边 有两个 比较大的原点 然后左边 西岸 西岸有三个 比较大的原点 有看到吗 好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析 这样子的分析 如果再加个颜色 颜色来去标利润会更好 颜色来去标利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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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搬到 卡的 你就可以发现 请问 请问 黄色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 因为你要去知道说 那个 原点越大越好 对不对 可是要是负的 哇 那就糟糕了 你看在右上角那边 有一个很大的蓝色的点 旁边竟然跑了一个蛮大的黄色的点 那黄色点是你想要看的吗 不是吗 对不对 好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立即快速去做地理分析 是 好 那他还有一个很棒的 就是那个 灵界区域的划分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像那个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 谁的支持度是多少 哇 那非常精彩 就是一下是可能是黄色 然后一下变成蓝色 然后又改参 改回来变成黄色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max底下 因为是地理分析 所以他提供了map 这真的是 因为他都不包我把真实的去呈见出来 这个map 我先还原一下 这个应该要用成 你们有画出来吗 他的灵界 整个都应该画出来才对 好吧 我希望你们回去 或者是你用字眼呢 不可 应该是可以画出那个灵界 灵界 这个map 真的不是现在这样呈现的方式 所以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是地理分析 因为他到时候 他真的会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就是说 整个完整的这一个周是什么颜色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完整直接填满 像例如说这个周整个就是什么什么颜色 好 例如说都是蓝色 好 接下来地理分析完毕之后 我们来看下一个分析 我们来去做散步分析 散步分析 您看一下 在 在 以这家公司来去看 以这家公司来去看 我们是不是有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客户 客户 好 客户应该在文字 文字栏位 这边有一个客户的名称 那我们可以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产生一堆的客户 那 有些客户呢 他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他销售额高 然后利润也高 然后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我们比较希望的客户的形式 然后可是也有一群的客户 他可能给我们的公司带的获利是负数的都有可能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来去画这张图呢 我们 首先先快速点两下 产生客户的名字 放在如果这边 然后接下来快速点两下销售 他就一样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是 利润 Profit 快速点两下 这样是不是就三个蓝 就是一个文字搭配两个数字 就可以画三部图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想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到底这件事情它跟什么和什么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时候 散步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图 好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这个散步图 点这个散步图 散步图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稍微跟你们强调讲一下那个趋势线 趋势线 对你从这张图我稍微为了大家能够观看方便 我稍微把它格式化一下好不好 例如说 FORMATE FORMATE 这也是新功能哦 FORMATE里面针对字 针对字 这个FORMATE 第一个是FORM字形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12 12字形 稍微比较大 还有 颜色色深一点 可以吗 颜色色深一点 他里面有没有针完好 微软这样可以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先把这张图画到满版好了 整个满版去呈现 请问一下 这张图你会希望说他往右上跑 对不对 如果你是老板你一定希望他往右上跑 如果你是老板你希望往右上跑 那除非你是在做那个慈善 慈善事业不是公司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画出一条趋势线 画出一条趋势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滑出右键 你可以点他 这边有一个chain line show chain line 好 恭喜这张公司可以再继续存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往右上跑的 对不对 chain line 而且通常这条趋势线 我们还要去看一下 去看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这是小众 小额 小的获利 小的利润 好像蛮服从这条线 对不对 可是当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发散 这边有看到发散吗 好 当公司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就是这个族群 告诉我们的启示 当公司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利润相对是高于平均利润的 可以吗 因为他在他上面 相对的 我们这时候就 虽然他可能排在你的第一大客户 他排在我们的第一大客户 试看销售 可是他的利润却好低 有没有看到 还是负的 哇 这不是又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吗 大毒瘤 但是我们也是 我们是生物医学资讯 你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如果说我们可以在癌症上面 我们把那基因全部当 人类就是我们常看的 2万多个基因好了 我们这样看如果看到这一个 哇 那你就可以赶快来去深入 继续去探讨为什么了 对不对 真的 你看 最大的客户居然利润是负2千 你说奇怪不奇怪 好 OK继续 所以 所以我们后面 就是我们下一次 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 告诉你说 我要把这些客户 我稍微分类一下 分类 就是说 那个高销售 高销售的这些大客户 他常常购买的产品是什么 跟那个小众 小支客户 他会跟我们公司往来买的产品 会是什么 一定不一样 我们会去分析这些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函数来去导入 在还没有函数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 请问你那个format是从哪里 format放是从哪里叫做的 format 好 那 那这个 这我做完我就可以关掉 好 那接下来我想要去交 我们说 data money 里面有一个叫做 clustering 就他直接写在里面了 可是你要知道说 我希望 我希望我们未来像我的分析 我就希望我要走到data money 那一套我就想要把它整完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 他里面已经提供了一个叫做分群 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下分群 分群它的意义是什么 各位我想应该多少可以理解 因为这么多的客户 我先把它分成大客户 小支客户 或者是中间那一类的客户 或者是澳洲来的客户 都可以啊 看你要怎么分类 看你要怎么分类 好 那我们怎么做分群 在这边 analytics 这下面就有一个叫cluster 不过这个分类分群 分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cluster 拖曳过来 拖曳到这里 拖曳 把cluster拖曳到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 cluster的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单词 叫focused 有看到吗 上面是有一个focused 它现在是不是灰色的 它现在是灰色的 因为只有连续型资料可以做focused 好 所以我先提醒你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要教你 顺便把那个预测也教一下 好 这边放开 放在这里 然后放开 那你要告诉他你要分几群 所以它是一个半间都市的 半间都市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要告诉他你要分几群 它不是一个完整自动型 自动的 好 那我们假设在这边分三群好了 我们分三群 你有没有看到 它是不是帮我们把那个 就是客户啊 客户分成 这边是一群 然后这边是一群 然后这边是一群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红色的是往右上跑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好 关掉 只有红色是往右上跑 有看到这 我觉得它至少这边分几 我觉得要扣掉那个右下角那一个 那下角是谁 叫做Sing Middle 好 这个要扣掉 这个要扣掉 那其实扣掉 扣掉它在这边也很好 也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叫做 Show View Toolbar 然后你可以自由选 自由选是这个工具 这个套索工具 好 例如说我自由选 我选这些 这个我绝对不要 好 我只选这些 放开 有看到吗 有看到 就是它这个工具 它很灵活的地方 你自由选 然后它直接在图上面就直接画给你看 还有这个工具 还有这个工具 在Mobile上面也可以做 在那个Pay的上面也可以给主管来去做这件事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把这个 这个就发歪了 还有这个就发歪了 远离这条线 而且是往右下角 好 我扣掉两个公司的那个就是很高销售 但是利润 虽然很低很低的 而且是部署的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家公司这样子大的客户 它是往右上跑 可是 可是另外 另外两类 另外两类是大中的小支客户 还有中间 中间型的客户 虽然都是往右边去跑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销售额 销售额跟那个获利 基本上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往右上跑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那平的话 甚至往右下跑 哇 那太糟糕了 可以吗 OK 就是 请问一下 你觉不觉得很快的可以帮助你画一些图出来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跟你的指导教授来去互动 你可以跟医生互动 可以吗 所以他跟你讲说 麻烦你 我只要看右上角那六加 你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去圈出来 所以你说这套软体棒不棒啊 好不好啊 好 没什么反应呢 继续 好 这叫做分群 散布分析跟分群 好 那可以用在那很多很多的时候 那为了我上课方便 所以我介绍那个客户介绍到这个地方 因为 你们知道客户总共有多少加吗 好 来做一下给你看 客户 客户总共有多少加 这边 客户有多少加 其实我可以直接把它 直接测量值改成这个 COUNT 而且要改成这个 它不管出现几次我都只算它一次 计算次数 计算次数知道是什么意思 次数的计算就是资料总比数了 这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现在看客户总共有几比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 这个右边 这个客户名称 快速点染上的客户名称 是不是有这个栏位 然后接下来这个RAW 请点右边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 那个测量 然后COUNT 跟COUNT Distinct Distinct就是 只算一次的意思 好 点它 哎 好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总共793家客户 答案对不对 答案对吧 好 谢谢 你们其他人都是793吗 是不是啊 是 给个回应 那我们接下来 来去观看一下 我 因为要接下来想要教你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 所以我们换一个主题 我们来去看公司的各 子产品 各子产品 他们的销售行为模式 销售跟利润的行为模式 可以吗 好 来 因为行为模式的分析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先把 这一个栏位我就丢掉了 怎么丢掉呢 其实我直接把这个RAW 如果里面我画的东西直接搬到 搬到这个RAW之外 你就等于丢掉了 好 我们 除了这个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有看到吗 XX 这个整张试图重画 ClearShift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画一下 各子产品的销售利润行为模式分析 你要记住 还有包含行为模式 销售行为模式 就好像说 请问一下 有一个人他考试 第一次考试他考60 然后最后一次考试他也考60 你就可以说他的学习总平均就是60吗 不一定 因为他可能有第二次考试 第三次考试 第四次考试 对不对 所以你会不会想到 有一个更精确的判断 就是说 把他的过往的分数都掉出来 来去做一个判断 现在我就要教你如何把过往的 所有的数值都掉出来 然后我们来去判断一下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紫产品在哪里 紫产品我一定都是在这边找 因为上面是Dimation 好 紫产品是不是 稍微往下拉一点 有看到Product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Category 跟Subcategory 快速点两下 这样我们是不是所有的紫产品都列在这边了 好 假设20种 假设这边20种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快速点两下销售 快速点两下利润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这张资料表 请把它改成 请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种散布图 散布图 我习惯把这个放成Entire来看 因为我等一下就要告诉你联动分析了 可是在介绍联动分析之前这个 紫产品的销售利润行为模式分析 我先把它放到Entire View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圆点 这个圆点 我希望是实心 那其实 因为我希望这里面多多少少全部都跟你讲完 那你需不需要改成那个实心 当然希望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看到Shape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实心的 还有请问这个圆点大小能不能稍微大一点点 它要改哪一个 Size 很好 至少有一位同学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好 有看到吗 这样圆点稍微有点大一点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希望把那个名称也秀出来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什么Subcategory放到Label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资料会不会动 不会动 对不对 现在资料不会动 这就是标准的散布图 这一下是不是也可以做出来 可是我现在要介绍那个技术 我们都是动态展示居多 那既然是动态展示的话 我们 请问你动态一定是要用连续型资料 对不对 什么叫连续型资料 像那个日期啊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把那个older day 翻到pages 可以了解吗 一定要连续型的资料 所以接下来我就把这个 上面在卷轴垂直卷轴拉到上面 older day翻到page 好 在这个地方可以吗 看到这边呈现的是year year 有看到 好 你可不可以改成用别种的方式 这边可以去调整 可是我们现在就看year 看year 可以吗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有看到 因为配局有内容 这边 会有东西 你筛选有内容 这边也会有东西 好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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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今天 这有一个往左的方向键 停止跟往右的方向键 现在停在2015期 2015年的时候 那当你现在点一下2016 当你点这个播放 它就开始跑 可以吗 再跑一次给你们看 就是我再点这个往右的三角形 就看到它就开始跑了 好 可是问题是 你觉得老板可能会 可能会记得住 看的什么东西吗 好 其实我跟你讲 老板这时候他一定都是看最右上角的 那一个产品 对吧 你觉得老板会关心左下角 还是关心右上角 一定是右上角 好 来麻烦请你点右上角 所以右上角你会点什么 Bones 但是其实Bones 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 销售额高未必利润高 可以同意我这个说法 所以今天我就要教你 那我们拿出毛利率 来去看这件事会比较好 你不能永远都只看量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我们来去看一个率 我觉得会比较量来的好 好 我们现在 比较 不是比较好 是比较正确 举例来说 台北市 台北市结婚的对数 永远都会高于花莲市 那是因为台北市的人口数多啊 可是如果说你拿人口数来去做校正的时候 那个结婚率可能就未必台北市会高于 台北市结婚率会高于花莲市 好 所以率 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想要去看本 所以点它 没有什么反应 它过往的资料都没有呈现 那是因为 这边有一个show history 没有勾选 所以请打勾 好 还有呢 还有这个show history 请点这个往下三角形 麻烦请选over好了 max to show history for over 全部都呈现 然后要显示尾巴 要显示尾巴 要显示尾巴 或者是 或者是我要显示尾巴 但是我只针对滑鼠游标 选到的才呈现 可以吗 这个尾巴是 只要有选到的才选 这个selective 是这个意思 over就是所有的子才能选 所以建议是用selective 然后要有尾巴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现在再来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 第一年变到第二年 他是往左下跑 然后接下来他往右下跑 往左下跑跟往右下跑都不好 最后一年呢 他往右上跑了 可以了解吗 而且往右上跑的幅度 销售蛮高的 销售蛮高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条点 请问 你需不希望 公司所有的产品都像这样子 对吧 这个行为模式真的非常重要 请你回家自己去探索 例如说 这个地方我想要改成季为单位 就是年季 跑完2015年第一季 再跑2015年第二季 再跑2015年第三季 因为我现在都还没有教你写程式 所以不以写程式的方式来去做这件事 这不是作业 你探索出来 你找到这个工具 那就是你的 找到这个工具的话 你就必须要写信 或者是私底下再来找 我的分析是6436 好 那继续咯 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行为模式的差别吗 这个行为模式的分析是非常重要 不能只很 就是主观的看第一个点跟最后一个点 你通常会希望把那过程都呈现出来 甚至你会去看 例如说这两个的差别 这两个的差别 所以Ctrl加按住的时候再去点第二个点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做这两个项目的说明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去做一些产品的分类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去看 我们是签子类产品 来去看销售与利润的行为模式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往右上跑 这条趋势线绝对不会变的 不会因为说 你未给它 资料一下是用什么方式来去看 刚刚我们用的是什么 客户名称 有印象吗 现在我们是不是看子类别的产品 然后它就会产生趋势线 不太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一定都是用左下跑到右上 好 这是因为资料干净的原因 对吧 如果说你从不同面向切进去去看 得到不太一样的结果 这个时候你就要怀疑你的资料干不干净 好 我们继续 因为还有几个分析讲完 好 我一定要教你们占比例分析 占比例分析 占比例分析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这个应该叫做动态了 Motion 接下来一样也是新开一张资料表 我教你们占比例分析 所以通常我们在画那个类别产品 有看到类别 CredoGory有看到吗 然后它的销售额 我们通常会用圆形图来去画 可是我不喜欢圆形图 因为圆形图 你也找不到那个百分比在哪里 对吧 好 因为这边就是没有百分比 其实有 我也不太想要教你百分比怎么叫 怎么把它秀出来 可是我觉得 我要教你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 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例如说直条图 例如说用直条图 我转一个方向 好 请问这张图应该很容易画 就是各类产品的销售额 我们今天画出来了 刚刚是用圆形图 圆形图最主要是看比例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比例 而且我们先把它比例画一下 怎么呈现比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在2017年 2017年的时候 它出现这个LOD 颠覆整个市场 颠覆整个市场 然后微软一直都 穷追猛打 一直都没办法改正它 干脆它就开了一个 我的软体是 我的POWER BI是完全免费使用 请问你要用免费还是付费 如果以初学者第一次使用BI 你当就说 好我先把免费的玩玩看 对不对 所以它就 大概2016年免比 2017年 它就稳坐 龙头宝座 今年 我看到BI 软体类的一个分析 Tedrill 还是第二名 它已经三年第二名了 第一名 三年全部都是POWER BI 好 那我要讲一下2017年 它推出这一个功能 非常棒 就是这边 Some Sales 我可以直接 直接去算LOD 在这边 Quick Table Calculation 麻烦请选 比如说百分比 Percent Total 这个 好 我们把那个标签打开来 这个 这个T 这个T呈现 可以吗 我们 当我们今天呈现 我觉得因为是视觉化工具 所以建议用 也许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会比较好 我觉得会比原型图呈现来的好 好 我现在把它排序一下 因为我们习惯就是说 从左看到右 由高排到低 所以怎么样排序呢 我们是依照直 依照Y轴的直来排序 所以点一下它 点这个Y轴这个标签 点一下它 有没有 由高排到低 好 我想这一张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 看你要不要把4小时搬到颜色这边 好 因为我要准备一张联动的 这就是那个我觉得比较好的类别分析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如果说从那个连续性分析这边 我们看到说2016年它的销售额是比较高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那是哪一类的产品销售额 销售额变高了 然后接下来是哪一类 哪一个子类产品销售额变高 对不对 我今天都是改成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去呈现 可以吗 百分比 所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 组分类 组分类的销售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这一张 这一张滑鼠右键复制 这一张 这一张复制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边有没有看到 组分类做完了 紫分类也做完了 紫分类有看到吗 紫分类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是有关系的 它本身是有关系的 有看到 它这两个它都放在product底下 所以它就关联 就直接建立好了 所以 当你组类产品的销售建立好 那组类产品也跟着建立好了 或者是 或者是 现在我要请你动手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 紫类产品 这个 这个 category 这个category 我们不 我们不移除好了 我介绍另外一种 就是说 直接换 直接换 这个是不是subcategory 直接拖曳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变成subcategory 就是 这一张应该叫做subcategory subcategory 好 这一张应该叫做subcategory 好 这一张应该叫做subcategory 好 我们现在要去探索内容 然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重要叫做 这都叫占比例分析 因为我都只有画出那个百分比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介绍 介绍 dashbow dashbow 也就是说 联动分析 请问占比例分析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下一件事情 这边 终于要讲到dashbow了 dashbow 你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快要下课前的那个时间了 所以应该要讲到另外一种 这叫dashbow dashbow就是仪表板 仪表板 仪表板 它可以去做那个 就是放很多张视觉画图表 放在一起 你去看那个飞机的仪表板 如果你有机会去NH 有一个航态 必须要去的一个补护馆 你就会看到飞机炸死座 是不是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那个视觉画 那个gauge 放在那个地方 这就是仪表板的用 那我们现在放几个 要联动的 可以联动的 好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联动 举例来说 我们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对不对 好我们先把第一张图 对了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习惯会把这个 这个size先锁定 锁定为full 这个自动 自动 自动它就会放成 这个比例的大小 好我比较喜欢这样子 不然它自动 其实它原本预设是蛮大的 好我们先把第一张图放进来 叫做year sales 就是每一年的销售 好第一张图已经放进来 整个满版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当我点这个 等一下再点 我们先把 当刚是不是有做 子类 子类的销售 拖一套放到右边 再来把那个 那个次子类 应该说是这个叫各类的产品 这叫次子类的产品 拖到这边 好 这张图我想要呈现那个表现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三张资料表 这三张资料表 是不是都放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你现在点各自为证 各自独立 这样就不能构成分析了 你会不会希望说 假设你今天你点了 2018年 右边两张资料表 跟着 好 各年所占的 组类别产品的占比例 那个子类别的占比例 希望吧 对 你希望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来看 你看哦 现在 现在当我点 我们看这个资料 是不是2015 2016 2017 2018 所以我们 假设先看这两张好了 这两个好了 当你点2017年 你会不会希望这边跟着改变 会啊 可是他现在不会变 当你点2018年 这边希望改变 但他都没有改变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只要点这一个 只要点这一个 看清楚我点的 比如说 use a filter 请点一下就好了 你点一下没感觉 可是他变成白色 就代表你已经点了 可以吗 这个 这个 use a filter 点一下 它会变成白色哦 好 你这个时候你再点看 例如说当我点 2017年 当我点了2017年 请看 哪一个类别卖的最好 是不是技术类 technology 当我点了2018年 也是技术类 没有问题哦 可是当你点2017年 你去看哦 这边有看到technology 然后那个家具 家具 还有办公用品 它是成这个方式的 我想三个前三名 应该还不容易忘记 那我们来看2018年 有看到吗 家具类 家具类从第二名 降到第三名 办公用品从第三名 提升变成第二名 有看到这件事情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得到的一个结论 应该是说 2018年的销售占比例 销售组合分析里面 发现就是我们的办公用品 有提升 然后家具类的产品有下降 请问有看到这件事吗 好 那请问你 紫类产品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件事 请问 2018年 哪一个紫类产品 有下降 有明显的下降 不对 应该问上升才对 因为这边 这边主要就是2017年 变到2018年是上升 好 请问2018年 哪一个紫禅品 有明显的上升 答案是什么 就缝食 绝对是缝食 从13 电到14.37 对吧 对 你们不回答 我就知道自问自答 他回去隔壁就 在座还有医生在现场 然后去看电脑招门 去挂号费 OK 有看到吗 就是凤子 凤子是不是明显的上升 对不对 可以 到时候我希望你们也要去做这样子一个联动分析 这样子的故事才会比较完整一年 你不能讲说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资料表2017年变到2018年 我们有很显著的上升 可是接下来就没了 这样就不好 这故事不完整 我建议你应该是说 在主类别产品里面 发现 发现主要的变化应该是 办公设备上升 然后可是在那个子类别产品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凤子还有大幅的上升 而且凤子还是公司的主力的产品 2017年好像是第二名 2018年就变成第一名了 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可以吗 好 希望说你们要就是回去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坐标桌这边没有改变 比较容易让你看到你想看的事情 甚至你还可以多比较一下 你看2015年 2015年 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2016年应该是要上升才对 可是它是不是下降 这不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吗 对不对 好 讲到这个地方 针对这个联动分析 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改的是 它那边有直接排序 你要排序啊 你要这个排序 这边可能就不能做这样子一个排序 因为这边的控制是来自于这前面 要前面那边 因为前面我已经锁定那个排序了 前面重点是这些 这些资料表 这些视觉画图表我已经锁定它排序了 主要是那边的排序 好 我们来看预测 预测 预测 再加一张图表 我们来去做Forecast 预测一定要用连续型的资料 预测一定要用连续型的资料 各地各年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利润 其实我们其实最好是先预估 就是说明年的销售会有多少 这个预测绝对是有有助于 例如说我们的生产制造 还有我们需要囤积多少的库存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做这个预测的话 我们以older day older day的销售来去做预测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用的是 因为我觉得预测 4年的预测 跟16G的预测 跟48个月的预测 我觉得48个月的预测会比较准 有听得懂吗 因为我们是不是4年的资料 4年的资料 那你去预测 我觉得抓出来的那个预测值 它的一个弱 它的一个变化可能蛮大的 好 可是如果说你提供越多奇的资料 那是不是相对的 相对的 我们就可以越精确 越精确 好 那我们把它换成折线图来呈现 用这种折线图来呈现 这边是不是 这边就是2015年的1月2月3月4月5月 可以吗 我用的是这一种图 我用的是这一种图 来去呈现 连续性的呈现 记住 不可以是这一种 不可以是这一种 不可以 淡季忘季 不可以做预测 好 一定要是一个连续 就是我已经有连续 例如说48个月的资料呈现在这边 然后我是不是想要去预测出来 后面 例如说2019年1月2019年2月 对不对 这就叫预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做预测 预测蛮简单的 就交给 就交给他就好了 例如说我先把这个值先呈现出来 好 请点这个analytics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快速点亮一下 他帮我们做完了 快速点亮一下 他就帮我们做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帮我们做完的 到底准不准 这是你想要知道的答案吗 还是说好吧 就听电脑的 一切听电脑之后 你就变被洗脑 比如说那个买书 买书 好 你去box 他是不是会下面有推 你选了 你查了哪一本 说下面是不是有推荐的书目 然后你可能会参考 推荐到最后的结果 你就变成不用判断了 反正你就点那个什么 推荐名单 好 这样子好吗 这样未必好 你看一下 我觉得至少我们应该判断一下 准不准吧 对不对 你知道什么叫准不准吗 什么叫准不准 举例来说好了 至少这四期有看到 8月 9月 10月 11月 这是真实资料 对不对 对啊 这是真实资料嘛 好 那干脆啊 干脆我就先来去做什么 筛选 我就把这三期啊 我先把它遮住啊 我就把它遮住 然后看他能不能预测 你看嘛 他在这边是不是12月 他预测到这个地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预测1月 2019年1月 是不是大幅下滑 滑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来去看 历年的1月都很低 这1月在这边 下一个1月 下一个1月在这里 有看到吗 下一个1月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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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1月 下一个1月在这里 好 完全觉得这样预测 准不准 我觉得还蛮准的 好 那我们干脆把最后 3个月的真实资料 干脆我们把它遮起来 然后来去看他 预测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 什么意思吗 就当你今天拿到资料 不是有一种叫 Chain Model 吗 我们是不是拿70%的资料 当做是训练级 对不对 那是这样子 我只是要告诉你 其实他的预测 他根本就是用那个 我们叫做移动平均法来算的 那个预测是最最最最简单的预测法 也就是他取4个月 4个月的平均值 4个1月的值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好了 我们来遮 怎么样遮住9月10月11月 是不是这边有一个叫做筛选 是不是这边有一个叫做筛选 所以我们把older day翻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要到月 对不起 我可能 我只要遮住9月10月11月 所以不可以这样选 那我要选older day翻到filter用年 全部 假设 假设 好假设我先遮住1年好了 假设我先遮住1年 我显示filter 我把2018年遮住 你看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只算到2017年的11月 有看到吗 你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2018年他算出来是不是8万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2018年的12月他算出来8万 然后呢 2018年的2017年12月他算出来8万 好你可以帮我记一下8万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直接掉到 掉到什么 2万4 然后1万6 可以吗 请就帮我记这三个数值就好了 来勾一下2018年 你看刚刚2018年他这边 2017年12月他这边是不是算出来 预测是8万 对不对 接下来是往下掉 掉到4万 掉到1万 掉到2万4 然后1万6 可以听得懂我现在在说什么吗 他至少抓出来的数值 比你不知道来得好 可以当做参考 预测都是参考的 你不要把预测就当做是一个规念 好 当做是一个标准 我们一定要达到那个数字 但是 但是我也看过有些人 他就是把预测值乘1.3 当做是今年的指标 我有看过有些公司他是这样子玩的 好 达到这样子的目标 好 我们年终发放奖金是多少 然后达到乘1.2 他的目标 他的奖金是多少 好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我大概今天介绍了很多他正面 预设的 例如说怎么样去做连矩性分析 动态分析 散布分析 地理分析 然后预测分群 联动分析 占比例分析 这些无非就是希望说你可以透过一个很好的工具 快速得到一些就是你看到的东西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写函式的方式 写函式 写一个简单的函式 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例子蛮简单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销售额跟profit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可以计算出锚利率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点那个profit 然后这边create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可以用这个calculate field 然后来去产生出锚利率 然后来去产生出锚利率 好 例如说我打propro3rate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习惯就是说打四者运算符号前后 都加一个空白键 然后 然后被谁来除 获利 利润被谁来除 被这个来除 sales来除 直接把sales搬进来 然后ok 我们是不是就有一个出锚利率了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出锚利率 例如说各纸类产品 各纸类产品 各纸类产品的出锚利率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选 纸类产品 出锚利率是不是这个properate 快速点两下 可是这个出锚利率稍微注意一下 锚利率怎么可能高到超过10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出锚利率改成什么 改成这边测量的方式不是用加的 而是用平均 就是每一个产品 它的出锚利率全部都被我们算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改成折线图 就可以发现有的高有的低 排序一下好了 排序一下 按照出锚利率排序 Label在公司里面出锚利率是最高的 最高的0.4 0.4 这个出锚利率就要改成那个百分比 所以怎么改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预设的properties 就是它的属性 请把那个number 就是数值的format 改成百分比 percentage 只要是小数位 我都希望 我只希望它呈现一位就够了 因为毕竟有很多病 所以OK 可以吗 43 Label 它的那个平均出锚利率是43 为什么叫出锚利率 因为我还没有扣掉什么 例如说人事的费用 公司的那个管销费用 我都没有扣掉 所以你叫出锚利率 只是很单纯算出来说 这个产品 假设我今天我卖100块 它可以得到43块的利润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停留在一个什么情境 就是像我刚刚一个韩式都没写 可是我现在写第一个韩式 而且我今天我有出一个作业 请你们一定要回家去做 就是说回去查一下一辅这个韩式怎么写 因为你要先做年龄的分类 例如说BMI 我请你算BMI 请你算年龄别 年龄别 你知道怎么算吗 因为我们是 比如说40到44归类在一个群组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 比如说假如年龄别几岁 然后大于40 然后小于44 应该是大于等于40 小于45 然后归类到40到44 所以 类似这样子的写法 回去查一下 我想BMI 那个韩式不难懂 然后 就是请你们回去 把那个重工资料 一个很基本的 就是说年龄 我们要年龄的分布 还有就是性别 性别 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还有就是 那个 年龄别 性别 D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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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18到20 18 19 一个group 然后20 20 20 大概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作业 请用carry 来呈现 记住 两周后的 星期四 23.59 前 要把作业上传 上传 会上传吗 请你上传 假如 就是档案储存 请存TWBX 就好了 可以吗 好 大概是这样 那 我们今天介绍这么多关系 希望对各位 下次上课的时候 稍微再顾计一下 因为下次上课一定 就要开始讲韩式了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然后 那个 因为我们这次是给大家 那个 做研究的资料 那那个研究的资料 其实是 永久乐观集团 有桌面签房子协定 所以 请大家 从作业那边 download房子协定下来 签完了之后 根据上面写 应该要签两份 交给 杜宁美副相组 他是做在那个 我们所上的处理区那边 那 交给他之后 你用这个资料才合法 所以你如果没有交那个 和报线我们全程料理会出转 这一点要请大家尽量配合 因为这个 我们从别人这边取得数据 请大家尽量一下 换了 见面签 这道斌 这个 好像